鄰近的校園本該是好好上學 讀書的場所霸凌事件卻頻傳 桃園市中立區一間國中 16號舉辦校勤職教育活動 結果一名八年級女學生 疑似在資源回收室跟學長姐起衝突 當下校方通知家長到校接回 結果她走到五樓教室時卻摔下樓 緊急送一開完刀 目前在加護病房救治 那個衝突點的孩子們 我們也馬上就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然後有要求要成立這個霸凌的因應小組 主要的學生或者是從眾的學生 我們都有分開來做個別的處理跟輔導 三個都是委外的委員 希望呢 釐清事實的真相 專輔有到入班輔導 然後呢 也給家長一封信 告知大概事情的情況 不過傳出這幾名九年級生 疑似不只找一位學妹的麻煩 事後有人在網路上爆料 他們對學弟妹進行精神霸凌 會圍著對方叫囂 家長也曾多次到校反應 卻無效 校方則澄清這回事突發狀況 後續會讀到學校醫 校醫保一防治準則 比清本案的案情 該班的班級也會進行團體的 減壓的輔導 事情發生了 校方確實有緊急處理 但卻慢半拍 真的只是突發狀況 還是如同知情者所說 受到長期霸凌 或許他發出的求救訊號 無人正式才出此下策 家屬只求一個答案 還原真相 否則送寶貝孩子上個學 卻遭遇這樣的狀況 任誰也難以接受 TBS新聞廖總親眼神們桃園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還在請電視訪 Lightning настоящ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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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